有一些重点回顾一下 一就是YouTube部分 在我们这个网址应该还记得吧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的短网址 所以特别注意这个网址请各位务必要记下来 以后一直到学期末呢 我都是放在这边 go.gl斜线XK8GWG都大写 那这个网址的话以后呢 基本上因为我们这门课程 主要就是要组织跟建构为主 那文史资料是内容 组织跟建构呢需要一个平台 那用什么样的平台来组织跟建构最OK 就是最好是能够跟现在发生的 最热门的一个平台衔接是最好 那现在最夯的不外物是什么 云端应用嘛 云端的话我想 现在最夯的不外物就是YouTube YouTube这样的平台 我想应该排在前面的 或者Facebook也可以啦 你要用任何方式都 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阶段就YouTube 也就是你们在那个毕业专题里面 我有讲过啦 你也许可以把它弄个YouTube 然后呢用什么可以连接上去 你可以再去思考用QR Code OKQR Code我上个学期有讲过 就是你只要产生一个连结 但是像我们刚刚那个播放清单 那么长一个播放清单 那你要怎么样缩短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不外物这个我想也也许你们将来要思考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长的播放清单 类似像这边我们看到的这个这个网址 比如这个网址 它这么长一串 那你不可能说把这个网址写在某个地方 请人家输入 这个绝对办不到 因为为什么这么长一串 那你可以利用呢 我上个学期 讲过的有一个利用什么GOO.GL 它这个服务就非常简单 那不过前提你必须要先怎么样 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它会进到这边来 特别之后 然后把你刚刚的网址贴上 Shooter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短的网址 那旁边有个Details 这个Details 你可以进到里面呢 就会有个QR Code出来了 那以后如果人家扫描这个网址 就会连接到那个播放清单 那这不是很方便吗 所以以后你们 是不是将来毕业专题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影片的方式传达 但是你需要让人家比较方便 去观看你的影片的话 我相信一定还是需要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 那因为人家去看你的展览 看你的那个毕业展的时候 他不可能带个电脑吧 所以他不太可能说输入这个网址 那在手机上输入这个网址 其实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而且还有大小鞋 打这个网址应该很辛苦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一个QR Code 那你就把这个QR Code怎么样呢 把它复制这个影像 然后贴到那个Word里面 你再把后的PowerPoint里面 你再把它列印出来 或者放大一点点 然后贴在哪个地方 贴在你的那个 你的展区的某一个地方 明显的地方 人家一来请扫描 一扫描马上可以看 感觉还蛮好的 那这个部分QR Code 除了说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也都可以试用的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我想各位可以 记得这个GOO.GL 有这个服务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的每 我们这个学期 会用到的 主要的相关资料会放这边 那还有就是说其他 再来下一个阶段 我们今天会先把YouTube部分 先告个段落 也许YouTube里面怎么样建置 那最后我讲过说 你们在学期末 如果你的点击次数 超过某一个数字 我现在想到大概1万 3次以上嘛 那如果你有超过的话 或者更多 那当然我会加更多的分数 那如果没有 当然就没有加分的要件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呢 也许我们再来 这个是第一个 组织跟建构里面 第一个也许YouTube 第二个的话呢 一般性比较常用的 就是网站 网站 不过网站部分的话 只是一个阶段 我其实比较想要 各位做出第三个 就是APP 那这个APP的话呢 也是组织跟建构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将来 当然你不只是一个影片 你还是一个APP 那这个APP实际上就是怎么 它就可以把所有你相关的讯息 通通打包成一个 可以让人家安装 也许是一个QR Code 它可以安装在你的手机 一跳出来就是 某某某的一个什么 毕业专题的一个APP 那里面的话 你可以用文字叙述 你可以用图像 影片 任何东西都可以 所以这个我想是阶段性的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再继续来看 那个有关YouTube部分 那里面的话 当然包含就是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的啦 所以你上个礼拜 有些细节 假如说忘记的话 各位点击里面 那比如说呢 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最多的是这个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那今天的话呢 会继续再来看 有关像 可能比较重要像字幕吧 怎么样把字幕加上去吧 那还有就是说 那个有关云端的剪辑 那剪辑部分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影片 传上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功能 就是强化 强化 强化里面的话呢 那个强化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点击进来 里面的话包含 我还蛮常用到的 像我是把这个 刘大伟这个影片 全部传上去 你可以直接在线上剪辑 可以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体 它可以直接就 在这边直接可以剪 那你可以剪一段 另存 剪一段另存 也就是说 上个礼拜那个剪辑工具呢 可以不需要安装 你可以直接把影片传上来 再做剪辑 那除了剪辑之外的话 你还可以做什么呢 比如说 慢动作 slow motion 快动作 快几倍 还有调整它的那相关的 对量度对比啦 等等的 这些蛮多的 还有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棒的 什么呢 模糊效果 什么叫模糊效果 打马赛克 比如说你那个影片里面 那个影片里面的人 有肖像权 你不能随便po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里面的人 他的那个脸 做个马赛克处理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 这影片如果里面有人的话 像这个人 套用一下 不过理论上 应该是还蛮好用的啦 但是小部分是 可能解析度不高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他只要是人脸 他就会把他打马赛克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呢 以后如果你要找 有没有 这个是原始的 这个是预览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以后呢 你的拍的影片里面 很多路人甲路人仪 那你不希望他们上镜头 你希望把那些人脸 全部都把它打马赛克 不用那么辛苦了 你会发现他很厉害 OK好 大概开个图啦 因为现在下课了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相关的功能 云端的剪辑功能 好 好 感谢观看